大家好,我是小花匠刘咖咖 这是两盆盆景苹果树 因为长时间有两三年没换盆了 为了让它更好的生长,更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准备给它换换土 当然这个盆我们就不换了 因为小盆养起来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好看 可以看一下这是两种盆 这种是长口盆 长口盆比较容易脱盆 像这种大肚盆不太容易脱盆 像这种有两种脱盆方法 一种就是边上把这个土铲掉 再一种就是从边上冲这个水 能把这个冲掉 我们现在开始动手 这个大肚盆换起来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你像这种的 只要把多余的土壤给它清除干净 清除掉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个已经松动了 我们把边上这个土再清一下 脱盆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因为它根系已经长满了 现在我们松一下土 松根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诱发它长出新的根 年轻就有活力 新根呢也是有活力的 容易促使它尽快的生长 结果有活力 已经松好土了 现在我们给它重新上盆啊 我们还用原先的这个花盆 我们也说了 给它添入新土 就是一个新的环境 还用这么大点盆 盆小的话 显得这个植物更加精致 还有我们要提一点 就是这个土上呀 我们千万不要填的太满 我们那填七分满就可以了 这样呢 后期呢容易浇水 容易管理 如果你填的太满 根本浇不进水 不太容易管理 浇上水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到室外 正常养殖即可 因为春季啊 是它的花儿期啊 我们该施肥 还是需要施肥的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也是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点下方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